近日60岁港星江华在网上分享洗车洗房视频 意外曝光它位于上水三层独栋豪宅景观 江华早前已公开过独立屋的内貌 不止简约又不失奢华 因为楼底高令空间感阔落 加上落地玻璃的采光设计 令巨厅的采光度十足 开阳的景观使其家具非常舒适 而地下的车库虽然只够为停过一辆车 但江华有时间就会清洁车房 见到他身穿睡衣和拖鞋 全副武装戴好帽子和口罩 拎水管清洗地下 之后又在屋外抹车座 蹲在地上亲力亲为擦车 不放过一个死角 完全一副居家好男人形象 影片见到多栋独立屋一味排开 密度不高 车路亦宽敞 而且有不少绿化设施 住在该处可享受半退休的悠闲生活 江华曾参演《西游记》 《杨贵妃》 《寻秦记》及《九五至尊》等剧集 塑造不少经典角色 他却于2005年因腰部长期劳损 令脊柱其中两节L4-5退化 而减少目前演出 曾转作保险经济 直到2021年才复出 一年加入直播带货行列 江华于2015年带着一家四口 搬入上水一栋三层独立屋 他曾透露豪宅要价三千多万元 1962年出生在香港的江华 从未想过自己有一天会靠颜值吃饭 也从未想过未来会有两个女人爱他 爱到无法自拔 江华的原名叫陈木华 一个朴实无华 毫无亮点的名字 可上天却赐给了他一张帅气英俊的脸蛋 和一副撩人心弦的嗓音 在他22岁那年 听惯了身边朋友们对他歌声的夸赞 江华信心十足地跑去参加了TVB举办的新秀歌唱比赛 可当他过五关战六将 一路冲到前30名后 因为得知第一名已经内定 是张国荣的亲戚 这让毫无背景的江华顿时觉得压力山大 于是他毫不犹豫地退出了这场比赛 比赛结果和哥哥张国荣同姓的张卫健 幸运地夺得了这场比赛的冠军 与此同时 江华也得知了张卫健和张国荣毫无血缘关系的真相 就这样 因为自己的小心眼 江华错失了一次进军娱乐圈的机会 彼时 比江华大八岁的麦杰文 已经发布了《前尘莫追究》 《黄金约会》《江湖浪子》等四张专辑 坐稳了实力派流行歌手的位置 而这一年刚满18岁的邓翠文 也已经踏进了无限训练班 和少美琪 郭富城等人成为了同班同学 前途可谓一片光明 两年后 不甘心就这么与娱乐圈诗之交臂的江华 一鼓作气又考进了亚洲电视台的议员训练班 开始和张敏 黎明等人一起等待出道的机会 当18岁的张敏在街头派发亚界选美宣传单时 被永胜的老板娘看上后 黎明也跑去参加第五届新秀歌唱大赛 并且还获得了季军 此时的江华看在眼里急在心里 他后悔自己当初不打听清楚就退出比赛 也迫不及待地想拥有张敏和黎明的那份幸运 带着这样的心情 一直在训练班待了大半年后 亚洲电视台终于给江华安排了一个出道的机会 那就是少林英雄的男主角 江华听到这个好消息后 心里偷偷地乐开了花 可当他马不停蹄地赶到剧组拍戏后 却遭遇了人生最黑暗的时刻 当时江华因为拍戏经验不足 令现场的女导演大动肝火 甚至都唇枪舌战地问候了江华的祖宗好几倍 而年轻气盛的江华哪里受得了这种气 他毫不示弱地回怼道 我课都没上完 就被你们拉过来拍戏凭什么骂我 最后 其的导演一扔剧本扭头走开了 剧组的其他人员也因此获得了提前开饭的机会 而被骂得狗血淋头的江华哪有心情吃饭 他一个人坐在剧组 悔恨自己经验不足的同时 也暗暗发誓一定要好好学演戏 争取不给导演骂自己第二次的机会 2003年 事业依然处在黄金时期的江华 突然被传出在剧组耍大牌 和剧组工作人员不合的消息 当时在拍摄楚汉焦雄的时候 正和吴美恒对戏的江华 突然一句不想拍了 就让吴美恒等了他四五个小时 最后气得吴美恒哭着离开了剧组 与此同时 剧组其他工作人员也纷纷指责江华不敬业 只关注自己的妆容是不是帅气 还频频迟到 最长一次迟到了将近八个小时 一时间江华再次陷入了舆论的漩涡之中 观众纷纷指责他目中无人 人红了就开始飘 因为这件事江华的演艺事业瞬间跌入低谷 很多导演兼职都不喜欢用他拍戏 这种被孤立的日子 江华一直熬了将近三年 才重新迎来一次和初期合作的机会 一部《红服女》 让江华看到希望的同时 演艺事业也彻底走向了灭亡 2006年 江华以前拍戏落下的腰伤再次复发 严重时 两条腿甚至都无法正常行走 只能躺在床上等着妻子迈接闻伺候 而骄傲惯了的江华 哪里受得了这样的打击 所以 无法接受真相的江华 情绪出现了极大的问题 当身体渐渐好起来后 暴瘦的江华早已适应不了演艺圈的生活 于是 他被迫成为了保险公司的一名推销员 开始靠卖保险养家糊口 工作变了 工资自然也低了 所以 江华一家人搬到了月租只有8000块的村屋 省吃俭用地过起了普通人的生活 当地媒体曝光江华的现状后 外界同情他的同时 也开始嘲笑他自作自受 可江华却不以为然 因为他觉得自己和朋友一起做保险行业还是挺好的 再者说 他当初做保险 只不过是想履行自己对一个朋友的承诺 那时他还在拍戏时就答应过了一件事 而住在村屋 也只不过是他不想被外界所打扰而已 这样看来 江华卖保险为生 似乎也不存在大家所说的落魄 据江华自己透露 有次他在九龙城碰到一次周润发 周润发问他为何不拍戏 江华一本正经地表示 我拍戏时把自己变成角色的那个人是不是很可怕 所以 我现在不拍戏了 言外之意也就是说 江华曾经拍戏有点入戏太深的意思 这么理解的话 或许当初他拍摄《楚汉焦雄》时 也是因为把自己当成了真正的西楚霸王项羽 可即便如此 曾经的西楚霸王也成为了过往云烟 属于江华的年代也已经一去不复返 好在他的妻子麦杰文 在他最低谷的时候 依然不离不弃地陪在他身边 这大概也是江华当初做过最正确的一次选择 他没有因为邓翠文的美色而抛家弃子 如今年近60岁的江华 儿女都已经长大成人 尽管儿子陈耀从的颜值不敌江华年轻时的模样 可他却成为了这世上最可爱的人 一位优秀的护士 武汉疫情期间 陈耀从就自愿要求前往隔离病房担任护士 而江华也在自己的网络平台上向医疗工作者致敬 对于儿子 江华则表示 我不会心疼 我只会以他为荣 尽职尽责 就像战场上的兵一样 我只会祝福他 网友们见状纷纷留言表示 江华教育出一个好儿子 抛开他和邓翠文的往事不说 江华却是有责任有担当的好父亲 好了 以上是本期的内容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欢迎点赞订阅转发